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朋友 睡觉了没有 赶快进来 是 我们现在是Facebook Live 夜谈夜健康 今天是礼拜二 所以请赶快进来 如果还没有睡觉的话 请赶快帮我分享出去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 就是晚上做什么运动比较好 像这种题目 不要说你们 我自己也很有兴趣 因为一般上有些人白天不做运动 奇怪了 天黑才做的 好像以前的人 以前的人他们也没有什么娱乐 所以一般上他们的晚上 都有很多很好玩的运动 所以你的姑姑 叔叔就很多了 像我就有13个了 所以以前现在不一样 现在晚上很精彩 看电视 上网什么 所以就变成现在很多 生一个就够了 没有人生 很少人会生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很少 而且当然有些时候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平时工作太忙 然后你回到家休息的时候 你的头脑没有办法休息 所以你没有办法 很快就入眠睡觉 对不对 所以第一集 我们就跟你们讲睡觉的好处 所以当然今天我们有一些 比较好的睡觉的方法 来跟你们分享 等一下我跟你分享 所以现在请赶快 请赶快帮我分享 好 赶快分享出去 今天我们聊的是很好玩的东西 好 你好 你好 谢谢你 杰妮已经帮我们分享了 对 赶快分享越多越好 而且今天等一下我们会有 有讲问答游戏 送你们200块钱的餐圈 所以千万不要半途上厕所 搞不好我们在问问答的时候 你问问题的时候 你刚好上厕所那就完了 OK 其实我跟你们讲 有些人真的是到了晚上睡不着 因为白天工作有压力 要不然就是在白天发生一件事情 让自己很激心 激心到把那个事情一直挂在心里面 没有办法睡着 所以现在有一个方法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是有三个方法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 OK 就比如说 OK 就比如说 我们 就是用深呼吸的方法 OK 这个深呼吸的方法怎么用呢 就是很简单 你们幻想你们自己 OK 幻想你们自己 过生日 吹蛋糕蜡烛 好像我今年55岁了 然后我就点55根蜡烛 但是你不要点在一起 你点一排直直 有没有 然后深呼吸 然后心里面想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你就 然后大力地吹 大概做两三次到五次 你会发现到 其实你的心情开始慢慢放松 会有帮助你入眠的 真的 不相信 等一下你们今晚就可以试了 OK 然后第二呢 就是找人家谈你的心事 但是你不要去找那些嘴巴很多的 你今天晚上跟他谈 明天你回去公司 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你千万不要找那种人 真的 你要找那种好朋友 闺蜜 兄弟 可以保守秘密的 然后就告诉他 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至少你有一个窗口 可以把你的心事讲出来 然后听的那个人 虽然是有一点不信 不过至少他帮到你 对不对 所以你一把你不愉快的东西 一讲出来 你整个人会舒坦很多的 真的 所以你看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要找人家讲话 因为每天都很gag sim 我跟你讲 对呀 gag sim的事情不多 gag sim的事情不少 不是不多 是不少 是很多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现在好像很流行的 一个叫做A-S-M-R A-S-M-R 那这个提示就是一种听觉 它不是音乐来的 It's not a music 不是叫你去听歌 不是叫你去听那种 有影无影 那种你晚上是睡不着的 你要听那种 它有一个app 你上网下载 然后你在听它的声音的时候 其实它是那种好像 你的朋友轻声细语 在你的耳朵讲话 OK 如果现在是戴耳机的朋友 声音大概是这样 你好 我是李国黄 今天不管你有什么心事 你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以意帮你解答 人生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 但是你要拥有记住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 是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别人活 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两句话语 就把你打垮了 所以我们要坚强 这种声音 它是有帮助到你 整个人去放松 那AMSR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有那种化妆的那种刷子 那种ASMR有另外一种刷子软软 你可能就放在麦 这个麦这边轻轻地去刷它 它的声音就会在你的耳朵里面出现 然后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你的这个肩颈还有你的这个头部 会有酥麻酥麻的感觉 这样它的效果就来了 那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拿一个小盒子 木制的或者是铁盒 然后用你的指甲 轻轻地在那个盒子这样 这种声音也是可以让你放松的 所以每个人每天碰到的问题都不一样 但是有很多窗口 是可以让你去舒适 让你抒发自己的一种心情 让自己得到很好的睡眠 好 所以你们今天如果有什么 夜间运动好做的话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不好 OK 所以线上就有很多 都是打招呼比较多 然后这里有个朋友就是说 哎哟 有人问我 Is Dr. Sam here? What's so important about Dr. Sam? I am the one who most important Not Dr. Sam 哎哟 拜托 你们这种 看来会惊心 我很努力在这边讲十几二十分钟 你们尽量问我Dr. Sam有没有在 OK 所以感慨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一节在晚上的时候 一般上你们认为 你们觉得做什么运动是最好 赶快写在留言里面 然后当然有些人 他们就会说去踩脚车 慢跑 快步走 那还有人也会在差不多这个时候 如果自己家有游泳池 要不然在公寓的游泳池 他们都会穿泳裤 然后就在游泳池里面慢慢走 慢慢走 慢慢走 有些人也会选择这样的运动 如果你们在选择任何运动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 赶快留言 好不好 还有不要忘记了 跟我们分享出去好不好 因为今天我们请了一对夫妇艺人 来到现场 他们会告诉你 晚上他们喜欢做什么运动 所以请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OK Christine C说 在家里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也算是一种运动 但是你不要去穿高跟鞋走来走去 要不然楼下的人会上来敲你的门 好 OK 做Yoga 吃Yoga就不可以 但是做Yoga应该是可以 Yoga就是那种这样子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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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ga应该也是可以 没有问题的 所以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尽量 send过来我们的留言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帮我们 赞和分享出去 所以希望你们 赶快帮我们赞和分享好不好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反正都睡不着了 刚好今天有三位朋友来到我家的健身宴 所以就好好地跟你们介绍一下 好不好 来 开灯 你看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IT house OK 嗨 哈啰 哈啰 赶快赶快帮我们赞和分享 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坐在我左手边的这一位 就是真的不得了 OK 从乳肉男变成鸡肉男 而且是从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开始健身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葛平大哥 郑葛平 来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哈啰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命运跟我是差不多一样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差一点的金马得主 好不好 慧芳姐 来 洪慧芳 嗨 大家好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好了 你等很久 已经出来了 OK 我们的御用家庭医生 Dr.Sang 大家好 对 所以今天很开心 今天等一下我们就会让大家知道 这个葛平大哥跟慧芳姐 他们晚上平时会做什么运动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觉得 李莲非常可惜 一个人就在这个直播室里面 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看肌肉男跟小帅哥 嗨 嗨 李莲 哈啰 哈啰 所以李莲一个人现在就在直播室里面 所以是蛮可怜的 所以没关系的 我们等一下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睡前做什么运动比较好 或者是在睡觉之前什么运动不要做 还有如果不做运动你会怎么样 我们今天都会一一的跟大家来解剖好不好 所以今天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嘉宾 包括我在内 大家都穿着那个运动装 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留言 有人说晚上啊就是说我们的网友就说听音乐 听音乐OK的吗 可以啊 没有问题 要看什么音乐啦 要比较平静 不要那种rock的 对 要平静让你心跳率会比较低的音乐 OK 李莲进来了 来来 听到了 听到了 来来 是 不好意思 刚刚呢就是没有声音 所以跟大家打招呼好像显得没有礼貌 好 那刚才呢 Dr Sam就说 其实都关于这个运动 我也想请教一下 晚上可以做运动吗 不会怕这个心跳太快 然后睡不着觉吗 其实我只是在晚上做运动的 对 因为我做完班已经十点 十点半到回家了 所以我只是可以在晚上做运动 其实什么时间都可以做运动的 就是要调整一下那个强度 难度 太晚做运动 如果太激烈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你睡眠品质 会比较容易 不能睡觉比较好 可是什么时间都可以做运动的 是的 那你们两夫妇 这个你不用问 我知道 你晚上做什么运动 没有 晚上我喜欢去走路 去街上走路 你为什么白天不走路 太热了 难怪你别瞎瞎 这么白 不是 我会见光死的 那种 你走到哪里 好 你在哪里走 我可以从我家走一走 比如说我要去买东西 去超市 所以我最靠近我家可能200米而已 但是我就可以走去五公里的地方 的厮所买 所以在你家附近的厮SM Bueno 是赚不到钱啊 赚不到 исход 要五公里以外的赚到钱 当然我要运动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走到五公里去买 买了买完了 再走五公里回来这样子 好 那个平呢 晚上 看什么时间 如果是傍晚的时候拍完戏 还是做完工 我会运动 运动完了才吃饭 运动完了才吃饭 睡觉前我是不会运动的 为什么呢 我会睡不着的 我会很悲哺 运动完了吃饭可以了吗 可以 可是最好是运动之前你吃一点点 不要吃很多 是 可是运动之后吃饭也是可以 是OK的 对不对 好 OK 那么等一下葛萍还有惠芳 就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些健身还有运动的秘诀 好不好 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同样的是 还有这个有讲问答的游戏 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节目 所以你千万不要走开 走开的话可能你就引起不到 我们的200块钱的购物及餐券 而且是200块钱购物餐券 两份 不要听惠芳姐说 我去走路啊 现在你也马上去走这样 然后一边走一边看Facebook Live 可能你走开一下下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 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双现场 帅哥猛男还有美女都在Marco那边啊 其实我这里就我还有我们的这个制作团队啦 我们很多呢都是坐着的 最久坐在直播室我们坐着这个直播 很容易就会忘了说要站起来走一走 不过我也知道比如说重庆他会站起来广播 他直播的时候他是站着的 对吗Marco 你们自己早餐早遇见黄虫 对 因为他肚子很大 如果他坐下来那肚子会顶住那个孔地 按不到那个扭 他的手又短 按不到扭 不是 他不想要久坐成为另外一种问题 然后兵哥也是站着做节目 因为他站着跟坐着高度没有分别 对 所以他站着比较好 爆料爆料 所以其实我们在直播室也可以简单的做一些拉伸 那当我们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些运动的 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尤其比如说在 抹地板在扫地的时候 他们的动作就会比较刻意的 有一些扭腰的一些动作 可是不是太迅速要不然会闪到啦 然后扫地 洗碗等等 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最重要就是关节保持灵活 消耗体力 然后动起来 一直坐着 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所以忙不是借口 地方也不是借口 那我们love your chair 很多的听众其实也有做运动的习惯 我们刚做了一个小民调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说说看 很快的我们也会进入love your chair的空中 跟大家打招呼 那在我们的love972的Facebook的朋友呢 你还也是可以一边听着广播啦 好 那大概多一分钟 我们就会进入972的广播 那我稍后再回来join你们啦 马哥 好嘞 没问题的啦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更了解说 晚夜间做什么运动呢 你就要一直收看我们的这个夜谈夜健康 好不好 那是最好的啦 好 那当然啦 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赶快 然后刚才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网友说 那是早上还是早上做的吗 没有分别 没有时间线 重要是要运动 要看你个人有时间是在哪里 好像我喜欢睡觉 对吗 所以睡觉 我不知道 谁不喜欢睡觉 我不喜欢早起 所以我绝不会起来做运动的 对 好 那现在在看我们Facebook的朋友 请赶快帮我们赞和分享 好不好 因为今天我们葛平大哥在 如果超过一千个人 我们就要葛平大哥宽衣接待 好不好 看他的马尸还在不在 之前你拍那个电影 看到你这边有六颗好像豆腐在这里 看得很开心 不觉得像榴莲吗 榴莲一粒一粒 不是 看好像小的豆腐六颗在这边 这样很开心 所以等一下如果破千的话 我们就要你说现在是豆腐 还是变成讲讨楼梯 应该要不要 过万吧 那个过程是很适合的 是的 好 夜谈夜健康 感谢你锁定收听 今天这个星期二 让好多朋友期待了好久 因为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运动了 今天除了有Marco 李国黄 在这个场地之外 还有我们的嘉宾就是 郑葛平 葛平大哥 洪惠芳 惠芳姐 以及我们的常住家庭医生Dr. Sen 哈啰 大家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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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么所有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重点要谈的就是说运动 对不对 特别是在夜间的时候 说到这个运动 较早前我们就有好多的听众 发来WhatsApp 参加我们的一个小民调 最喜欢做的运动是什么 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 哇 有听众把这个打麻将 也当成是运动 Blessa 当然是玩笑话 然后比较多人做的 如果我们有个排行榜的话 排在第一的是快步走 Bless walking Bless walking 当然也有游泳 然后跑步 还有一位听众 Shannon她说 Plank Plank其实对于核心肌肉非常好 对 Plank 那个叫做 好像一个木板一样 平板的一个动作 可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Bless walking 很好 谢谢听众的参与 是的 OK 那我们这里也有说了 这个睡前做运动 会不会影响睡眠 会不会的 要看如果做太激烈的话 肯定会 可是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前 最好是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 可是任何时间都可以运动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跟看手机一样 睡觉前30分钟到一个钟头之前 不要看手机才去睡觉 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那如果完全不做运动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请问一下 所以这是自己的经验 以前我是完全没有运动的 14岁的时候没有运动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很想睡觉 很累疲倦 你晚上没有睡觉 没有 只是上课的时候 因为没有运动 没有精神 记忆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OK 甚至我14岁的时候 我的膝盖已经开始痛了 蛤 因为我体重是真的 你每个礼拜都要体一次 140公斤 120公斤 14岁的时候 我没有到120公斤 最多是100公斤 14岁来 14岁很重 那时候我不知道 体重其实很高的话 会增加你的可能性 患上慢性疾病 比如心脏病 高血压党固存 糖尿病 而且会患上他们的并发症 比如心脏病爆发或者中风 中风 也有可能的 对 我以前是不知 是 那如果说真的是久不做运动的话 就以上所讲的这些并发症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可能是会导致癌症之类的东西 对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好像现在你们看直播对吗 喜欢就坐 每天不喜欢运动一直坐下来看电视 是 如果以防万一一天大树的话 你真正患上心脏病爆发 你的风险因为心脏病而过世 会增加 激励会提高 激高 重要是要运动 因为做有氧运动 也是会减少你的可能性 患上某些癌症 比如乳房癌症 所以应该不关我们的事吧 没有耶 其实男生也是会 对 男生也可能患乳房癌的 难怪都有硬快 没有 你是练出脚趾是不是 硬硬的 你整颗都是硬快 你就按乳 不过 这个是玩笑话 不过我想要请教一下Dr.Sam 不运动的话会不会影响 比如说我们的睡眠品质 甚至我们的精神健康 还有你刚刚有讲到说 你在小的时候比较没有运动 学习能力 记忆力都会受到影响 对 会受到影响 而且精神上面也是会受到影响 会比较难入眠 睡眠品质也会受到影响 精神就不好 上课就爱睡觉 而且记忆力很差 对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运动可以预防很多不同的慢性疾病 是一个非常好的免费的 不需要吃药的方法来避免 好像患上慢性疾病 是 所以这个方法 所以想问一下葛萍 就是平时就是说你是有运动 但是是什么原因 开始让你开始去健身 是不是惠芳已经嫌弃你肚男以来 然后脸已经下垂 反而她说她不喜欢 让洗衣板的那种 对 肌肉 一粒一粒她不喜欢 难怪我那时候追你 你都没有考虑 好道理 这种秘密你也讲出来 对 因为洗衣板 所以我家都没有买洗衣机的 没有 其实是这样 我一直以来都喜欢运动 好 然后因为以前我教跆拳道的 反而跆拳道对打还是什么 没有那么多伤 好 反而是我在拍动作片的时候 受了很多伤 其实我的颈椎是跑位 到现在是跑位了 脊椎是从一到五都是退化的 所以我到了四十多岁 天啊 觉得身体不对了 她已经开始来叫我了 是 我要来了 所以我需要锻炼我的肌肉 好 肌肉越强 它就会保持住 整个支持我的脊椎 支撑你的脊椎 对 跟你的骨骼 还有关系的 就是我全身智商的 老实讲 天啊 原来你是好看不好吃 里面的食材我没有办法换 对 我刚好是相反 我是不好看 但很好吃 不过也想要问问惠芳姐 惠芳姐会不会受到葛萍大哥的影响 对 也更积极地去运动 保持健康 有没有 没有 你没有约她一起跟你去运动吗 有 她怕一粒一粒 对 对 不是丑的问题 就是说可能你的肌肉比较结实 可能也 不过我常常要叫她陪我去走路 我曾经我们从我家 我家走到那个MBS去 走了十亿公里 是 没有 问题是你要让我知道 你家从哪里 就是哪一个地方开始走 从后港那个地方 后港走到金沙才十亿公里 你要走 对啊 十亿公里 有 差不多十亿公里 我们再走回来 从我算过的大概总数 二十公里一样 从你家就是哪里 就是 后港那边走到金沙十亿公里 十亿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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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 再走回来 再走回来 差不多二十二 差不多二十二 多久时间 走去那边 十亿公里 很长的时间 对 差不多从六点走到我们回到家 大概要十二天 好 谁说拍拖需要花很多 不用了 不用花钱 走十亿公里 手牵手一起走 好 那么今天晚上 我们也是有在现场 请一位朋友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 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这位朋友 她叫 春真阿姨 阿姨好 阿姨好 来 请坐 请坐 阿姨 你好 你好 你带来礼物 来 请坐 来 请坐 现在正在听广播的朋友 我们有位朋友 春真阿姨 刚刚来到了Marco那边的现场 所以请上Facebook Live去看一看 春真阿姨好 你好 你好 有听972吗 阿姨 你平时有听972吗 有 有 有 她也是我们的听众 好开心 谢谢 那今天看这个阿姨穿的这个打扮 还有刚才她进来的那个鞋子 平常有做运动是吧 对 那你是 你是开始 最近才开始做运动 还是很年轻就开始 两 我几年前是 因为我高水压 高水压 我60多岁就高水压 但是我的那个高水压 一直吃一粒 不下 到这两年我才有 做运动 所以是谁叫你去做运动 医生还是 我女儿 你女儿 对 其实孩子 他们说应该做运动 因为以前我也是没有时间做运动 因为我新生在的时候 他是忽然间 我们四个人去金马轮 我跟小的 跟我新生 跟我第二的 去金马轮两天 他就倒下去了 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 突然就送去中央医院 就是一个多月就带他回家自己照顾 好 没有时间去运动 所以就是说你就是忙到没有时间运动 只是在大概是两三年前 开始因为胆固存问题 然后你等着 高水压 我没有胆固存 高水压问题 其实一样的 他们是一个配套来的 你有一个就差不多 其他两个也开始当邻居 我以前是有胆固存的 很好 现在没有 通知了 对 那运动之后有改善吗 有 因为我一年前是吃一粒 现在我去诊疗所 每次半年有去验学 你要讲清楚你是吃一粒药 对不对 有些人家以为你吃一粒鱼丸 没有 一粒那个高水压的药 高水压的药 然后水压的药 然后最后我今年验就不同了 吃半粒而已 哇 恭喜你 我说你看 你从全价格到半价格 对 这是一共无关系 那你现在看你的样子 就是说你本身你的膝盖是OK的吗 对 本来是不会 是因为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做工是做过 站太久 站太久 以前我是做液水工厂 那现在帮水 那现在膝盖OK了吗 膝盖有时又痛 如果你坐了起来就会痛 一直走它就没有这样痛 膝盖痛还能够做运动吗 你可以做运动 可以 我可以走 可以走 运动是走完的运动 走 慢走 还有去拍打 拍打 拍打 用那个棍 拍打 那你一个礼拜运动几次 一个礼拜 星期三就去 我走路去 我没有搭车的 走路 从七头走到 山巴尔哈那边去 七头 请问哪里 其实还蛮远的 对吗 我住702 然后又走几个车这样 新加坡差不多有一千多座都是七 多少分钟呢 大概 有没有半个小时 你走大概20分钟 有半个小时 有 差不多有四五个字才到那边 所以 大概25分钟 那你刚才走进来带那个袋子是什么 你刚刚去Supermarket 那个是 不是 我去那个 运动的一些 那个 运动的一些 恩情 是威夫 这是过来的 这个是干嘛的 应该是运动的 怎么运动 怎么做 这个怎么做 他是教人家这样运动 女士是这样 对 这样 这样 柔韧性训练 柔韧性训练 Flexibility 这样 这样做 很灵活 你看 很灵活 很灵活 有时是这样做 很好 那还有呢 还有其他的运动器材吗 那个拉力带 拉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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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力带来运动 看拉力带 很好 医生不要紧张医生 他有经验的 好 我看一下 很难拉吗 不会 不会拉 这样拉 你不要过来 我跟你讲 慧芳姐 不要伤到 慢慢来 不会 这个不会断 因为每次去 他有叫我们检查 不然你要打开来这样检查 他看有没有怪 那除了这两样还有其他的吗 有吗 没有 就两样而已 好 所以其实你做不同的运动来配合 不会单调 对 不通 很好 那除了运动之外是不是 我们要带来 你是毛巾 我们要带毛巾 有时候有毛巾 对 因为你来这边都不用冲凉 不用带来 对 那想请问一下Dr Sam 像我们的春春阿姨 她有膝盖的问题 什么运动是适合做的 可以 有中央医院的医生是叫我开刀 我不要 因为物理治疗师 我去物理治疗师那边 他就叫我 你是不是痛到 不可以走路 为什么要开刀 对不起 我们有医生来教我们 所以如果你有膝盖痛的话 很多人有膝盖痛 我会教你三个运动 适合膝盖痛的人做 注意看 不会不要看她的脸 你不要一直看她的脸 所以第一 你hold住你的手这边 OK 就是坐着的时候 坐着的时候 这个我有运动 很好 运动 有时候是会运动这样 对 所以听众朋友 现在我们就在做的就是说 还有那个手 对 那是第二 第二要爬山这样 还有那个手这样运动 身上去这样 身上去拉下来 身上去拉下来 对 有 这样 对 这样 你坐 我们一样一样 在听广播的朋友 比较难去想象是发生什么事情 阿姨等一下 慢慢来 慢慢来 不要紧张 你一次过坐到完 我们FacebookLive的朋友眼花缭乱 对 好不好 是 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 Dr Sam 他有教我们的就是坐直 坐直 然后你的左脚右脚 不可以坐到弯弯 提高 连续提高 对 大概七七四十九次 一个set就好了 还要配合一分钟 一分钟 一分钟 不用 手部是手部的 所以你就是提高 提高 可以做越来越快会更好 对 这样 大概一次做十分钟这样 是有 越来越快更好 那还有爬山是什么 爬山是这样 伸直 拉下来 左手 拉下来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做 左手向上拉下来 然后右手向上再拉下来 对 你的腹部要撑住 不可以一直 对 但是你做的姿势一定要挺直 你不要翘鼓这样 这个要硬 你要挺直 这个腹部要硬 对 然后就这样做 左手拉下来 右手拉下来 右手拉下来 左手就这样 是 你叫做Dr Samuel 那还有呢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是力量训练 力量 所以你要踢你的脚出去 你撑住三秒 三秒一 撑着 维持着 等一下换 这样 三秒一 二 三 再换 等一下换 做十遍 这样 做十次 十次这样 这样十次 这样会练你的 可以锻炼肌肉 这样是很容易 很容易 很容易对不对 因为我的一身是叫我这样做 你要算三十秒 三十秒 很好 这样一只算 高难度 放到三十秒才放一秒 所以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很厉害 可以这样做 每个往上 每个往上 可以这样做 所以希望这个春珍阿姨 你就时不时 有时间坐在家里 就可以开始做 对 这样也是对你的膝盖 还有大脚车 对 在家里就坐在那边 看电视机的时候 还有对你的高血压 也是会很有帮助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真的 谢谢我们的春珍阿姨 来跟我们分享 对 谢谢 谢谢 记得帮你的那些运动器材带走 谢谢你 祝你健康 对 慢走 慢走 对 我得到很大的启发 对 等一下我叫葛萍的 挖你回去 OK 所以做运动真的是 不要管你今年几岁了 对不对 是啊 有心不怕痴 那做运动就是一个 预防健康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且可以改善现有的健康问题 嗯 没错的 所以Dr. James 有哪一些所谓的这个病症呢 是可以通过运动来改善 好像阿姨刚才所讲的 是 她因为有运动 可以减少吃药 她的高血压的药 所以运动会帮助不同慢性疾病 比如高血压 党固醇 糖尿病 哇 尤其是高党固醇 如果吃药的话 可以减低你的坏的党固醇 你的LDL 嗯 也是会当时增加你的好的党固醇 你的HDL 嗯 所以很好 而且 做运动也是有其他的好处 好像也是可以减少你的可能性 患上老人痴呆症 哦 那个很重要 那个很重要 哇 对 对 忧郁症 焦虑症也是会减少 对 因为其实运动除了可以锻炼你的身体 比如说你的关节 你的骨骼 用你的肌肉来支撑之外 对 其实也让整个心情都好起来 对 也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 就是发泄的一种方法 对 因为运动的时候你会解放安多芬 所以会自然感觉到比较开心 舒适 是 而且也不要等到有病痛才来开始运动 因为运动是预防任何疾病 就是保持健康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对 不运动的人好像健康是比较容易亮起红灯的 保健促进局呢 就建议成人呢 每周应该进行至少150分钟到30分钟的 中等强度的运动 150分到300分钟是 300 150到300分钟 对 对吗 Dr. Sam 对 150到300中等强度的运动 是 也是 那你一个礼拜有到150分钟吗 有超过300 超过300 他肯定超过300 你看他 原来你这么不红 平时干 一个礼拜就做300分钟了 因为我勤劳早起来 早起 对 那慧芳有吗 应该没有 没有 我们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都是一样 大概100分钟差不多 对 我现在增加150分钟了 我们增加 我们一定要增加 没有 我们是两个人加起来 你75 我75 先从这样开始 先从这样开始 对不对 对 那讲真的 很多的网友 或者是听众 如果说你们想要运动的话 又不知道什么运动适合我们 那要怎么办呢 那Healthier SG的计划 就可以为你找出答案了 Healthier SG就是要建立一个 综合保健 还有社会需求的一个医疗系统 那这个医疗集群呢 将和保健促进局 互联中心 人民协会 还有新加坡体育理事会 以及多个社会的组织 还有社会伙伴呢 一起来合作 来全力支持居民呢 实现健康的目标 对的 那是希望呢 到时候呢 只要符合资格的朋友呢 都要积极地去响应 并加入这个计划好不好 那为了自己规划更健康的生活 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 符合以下 所有条件者可以预先 在今年5月加入计划 40岁及以上的居民 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 还有目前已经在看 Healthier SG注册的家庭医生的朋友们 那另外呢 60岁及以上的居民 可以在今年7月加入计划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问一道 简单的这个问题 让Facebook Live的朋友呢 可以参与 回答的时候呢 有机会可以获得200块钱的购物 还有餐饮礼券 我们会在留言区贴上这个问题 那第一个在问题底下出现 出现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赢家了 因为大家网速不一样 所以呢 以我们Facebook Live 972的Facebook Live留言区的 首个正确答案为准 好 来发问第一道问题了 来了 注意听了 好 第一道问题大家请听清楚了 好 以下哪一个是预防性护理 好 多吃米饭 B 多运动 A还是B 我都不用问问题了 我只要给你们数据 A 多吃米饭 B 多运动 你们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对不对 是 我想很多朋友的动作都很快 重点在于你知道答案吗 有听众在Facebook回答问题 有听众发WhatsApp进来回答问题 不 要上Facebook Facebook Live 对 Facebook Live 然后当然我们的答案是 以972的Facebook Live的 这个第一个正确答案为标准 不是以你们的为标准 好 请赶快赶快的就把答案 就赶快写在我们的这个 972的Facebook Live 好 那么这里有一位听众就问 她说 我很喜欢站加走路 但妈妈常说走太多对脚不好 是应该如何保护双脚 自己 对 其实走路站是很好的 OK 我会建议如果你做工的时候 可以站起来做工是最好的 像 赶快站起来 你还做到爽爽的 你还站起来 对 讲真的 像你刚才站起来的那个距离 如果也是重庆的话 他的肚子倒就动到那个桌脚了 那我稍微比较有希望 所以你好很多 谢谢 你鼓励 所以真的 走路也好 站着也好 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运动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答案了 好 刚才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以上是哪一个这个预防性的 护理 护理是最好的一个 那A是多吃米饭 多吃 B是多运动 正确的答案是 B 多运动 是 恭喜 恭喜这位得奖者 她的名字叫做Linda To Linda To 请赶快Private Message PMP我们972的Facebook 索取 你应得到的200块钱的礼券 好不好 是 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多发一道题 所以请继续地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空中的朋友呢 现在我要为你播出一首歌曲 不然是Facebook Live还是会继续的 所以稍后时间空中继续谈夜健康 夜健康 没错的 其实我们的这个Facebook很多的留言 有人说听音乐也是有帮助睡眠 对 有人说脚底按摩有帮助吗 脚底按摩 要看个人 可能有些人会脚底按摩 会比较舒适 会比较放轻松 可是那个不算是运动 那个不算是运动 对不对 按摩不算 那个是别人的手指运动 别人帮你运动不算 别人帮你动脚 那么在这里呢 就根据全国的这个指导方针建议 超过50岁的人 是应该多训练这个所谓的平衡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年级大了之后 在我们的这个平衡不好的话 那可能在走路 跌倒 那可能就麻烦了 所以如果你多训练这个平衡的话 就可以提高这个稳定性 还有这个平衡能力 那医生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测试我们的平衡到底好不好 有 来 我解释开 来 大家站起来一下 好 这样 然后我解释 然后观众在家 赶快来一下 现在我们的医生要教我们 要怎么去平衡 观众在家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做 好 来 你们先扶住一个固定物在家 有固定物 你扶住 不定物 不定物 你先扶住 然后你抬七 一只脚这样 好 一只脚 然后你可以放手 这样 放在旁边 你要保住这样 撑住10秒 10秒 如果看到好像曼果酱 完全失败的话 就是表示说 我脚都没有放下来 怎么叫完全失败 为什么那个是失败 完全失败的话是表示说 它平衡力不好 跌倒的风险很高 尤其是你现在55岁 跌倒可能会比较容易骨骼 我就真的 今年55岁 对 麻烦了 这不可以 Dr Sam 你说完全失败 对 有练 可是我看Marco的脚都没有碰到地 为什么说是完全失败呢 碰到地了 因为它不稳 我一直在这边晃 一直在晃 一直在晃 所以重要是你要 你要可以稳定站10秒 这个是表示说 你的平衡的力量很高 如果不能 你们两夫妇 你是有做瑜伽的是吗 一点点 一点点 奇怪 为什么你们可以 没有 奇怪 有付出就有收获 Marco加油 10秒了 我不喝酒的 可以了 我不喝酒的 10 9 8 7 6 5 4 3 2 可以了 Dr Sam 我及格了 你还真了不起 很好 真的 有做瑜伽 对 还有其他的平衡的训练 可平有吗 你常做运动 健身有没有 有 其实有的 好的 其实是力度 耐力 跟柔软度跟平衡 其实是一起一起慢慢练起来的 好 有一个运动每个人都懂 好的 这个蹲每个人都懂 对 对 叫你们一个 Sumo Squat Sumo Squat Sumo Squat 这样开出来 好 好 好像上扶手 对 这样 屁股要翘 屁股要翘 然后下去的时候 你要接触你的那个 腹部 腹部 就是你的核心肌群 对 硬了 好 你下的时候要吸气 上的时候 旁边是这样的 旁边是这样的 我要翘 是要翘的吗 要翘的 要翘的 翘翘的 这是最自然的 这是练哪里的肌肉 你的核心肌肉群还有大腿 大腿整个 整个啊 对 对 臀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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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你这样挺着 那个腰 那个腰也是有一定的 这个力度要支撑的 对不对 有 它都会有帮助的 然后当然 年长人士如果是不够力 你可以扶住椅子 椅子 要慢慢这样 好 马哥 我们快要回到现场了 马哥 好 好的 我们972的听众也很期待 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所以大概多20秒左右 OK 好 那么其实呢 在这里也有一位 网友他说 每次叫我妈妈多运动 可是他说 他每天去巴沙买菜 走30分钟以上 请问这个算运动吗 算 其实大包小包这样走路 算 也算 对不对 也算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台台 他们去买了 最后是老公大包小包 对 他是两手空空 对 OK 来 马上回来了 哇 夜谈夜健康 让我有点小流汗 刚才我们在Facebook Live 做运动 是 做运动 对对对 还让我们看到 要怎么样测试我们的平衡感 还有葛萍大哥 还教我们怎么样练出电臀 很快我像柯口里文一样 有电臀了 所以听广播的朋友 如果没有办法看Facebook Live 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希望大家上Facebook Live like and share去看 对 现在没有办法看 之后你还可以追回看 那个视频的 没错的 所以夜谈夜健康 我们继续来学习 关于健康还有运动 是的 那么其实上了年级的人 像我啊 葛萍这样的话 一般上我们的膝盖 都会有问题的 讲真的 我现在开始走路的时候 有时候这样弄的话 他有一些声音的 对 是不是 你们会有吗 有 好 那我放心了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是全部上了年级的问题 对 你这么年轻也会有 现在没有 十四岁很胖的时候会有 你不要再提你十四岁的时候 我很难把那个一百公鸡放在你的脸 我不知道你的十四岁长什么样子的 好 你们都有这样一个问题 有 怎么讲 很老 跟车一样感动会坏的 肝东还可以换的 我们不可以换 这个一换的话就麻烦 可是人没有零件 对 人没有零件可以换 因为你如果年长者 你的膝盖不好 你走路很容易跌倒 而且一跌倒是很麻烦的 对 特别是 我跟你讲 以前我们住主屋 都 电梯都是在一楼到五楼 五楼到九楼 九楼到几楼的 所以间中二楼三楼很尴尬 所以很多人大电梯走下来又不对 走上去又辛苦 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年长者 就是六七十岁 他们走楼梯的时候搞不好摔倒 然后就造成终身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个问题 其实走楼梯要有方法的 走楼梯还有什么方法 对 走上走下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示范一下吗 葛萍大哥 楼梯都搬来了 你还给你做爽爽 有很多人很坏的习惯 好 我可以做给你看 来 现在葛萍大哥要示范我们 走楼梯的坏习惯 下楼梯 好 赶快订阅 好 我们来看 空中的朋友也马上看Facebook 好 来 小孩子很喜欢这样 好 就很回忆的 很像 老人家你看看这样 很像 或者有些人走楼梯的时候 他脚很硬的 全部是直的 关节 你整个身体 一直在抖 重量架在你的膝盖那边 给一只脚的压力 好 其实 正正 我本身都会去注意的 好 关节你的核心肌群 好 是 下楼梯的时候 然后你脚不是直的 一点点弯的 你看一点点弯这样 好 这样下 自然地下 你只要保持住你的核心肌群 是 你整个身体都有的控制 上楼梯也有些人很懒的 包括 有懒吗 对不起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今晚如果要好 如果你今晚要好过的话 你就讲别人 别人 别人 真的 他讲别人 一个眼神扫过去 慧芳姐会抗议 你没有提脚 对 对 我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懒得 懒惰提脚 所以你就这样 你就会踢到 你就会趴下去 对 所以他教我就是每次这样 是 所以上楼梯的时候 这个脚一定要超过 那个楼梯的踢阶 这个是一种习惯 你可以练脚力 对 把这个膝盖往上再提多一点点 超过那个梯阶 然后再稳稳地踏下去 对 这样子才比较不会半倒 年长人士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训练 最好有 开始的时候你就扶住 对 那当然如果是年长者 不管你上下楼梯 我觉得你还是扶住那个 还是扶住的 楼梯的那个扶子会比较好 对不对 然后 Dr Sam有什么建议吗 有 稍后跟你讲 OK 讲到每个人都会走楼梯 只有我不会走楼梯 OK 马 我需要你当做我的扶手 OK 我需要来看 这样 OK 很好 所以你要想想有扶手 你比较弱的 你比较强的脚先上去 好像这只脚比较强 你先上去 等于你才站起来 先上去 站起来 所以下去是不一样 比较弱的脚先下去 先下去 站起来 先下去 站起来 所以好的脚 原来是比较 好的脚先上去 原来是比较弱的脚先下 对 弱的脚先下 好的脚先上 做主持人要做到这样 真的是 应该也剩这两年就没有得做了 真的 也就剩这两年 可是 Marco 你会很有收获 因为你累积了这么多的一些健康资讯 就可以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了 我刚才这样趴住都喘 OK 那还有什么人是不适合运动的 其实是每个人都适合运动的 每个人都可以运动 只是可能强度 或者那个运动 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最重要是 如果你患上慢性疾病 或者受伤 最近做手术 最好是先问你的医生 问你的专家 或者物理治疗先 才开始运动 他们会推荐什么适合你的运动 是 要不然越弄越伤就很麻烦了 那你也可以参阅新加坡体育活动 指导原则 新加坡体育活动指导原则 现在在我们的Facebook 就有把这个网址打上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在这个指导原则当中 你可以看到 为不同年龄层的民众 所提供的运动时长 还有强度 频率 以及种类的建议 希望是大家都可以全民健康 所以这个网址 如果你现在是在听广播的话 我为你讲出来 可是你最好上Facebook看一看 https colon 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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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cle dot my active sg dot com slash campaigns slash s p a g 就是这样 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是的 那么话说回来了 其实走路也算是一种运动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是走路到好像餐厅去吃 吃饭 那是不好的 对 不可以一直走去吃饭 要吃三餐就够了 很多人喜欢好像晚上骑大脚车 对吗 对 很多人就是运动为了吃就对了 对 踩八公里 十公里 然后全部的驾驶在一边 然后十几个下来吃 什么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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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对 然后就折叠式 然后就坐一马蹄回来 是吗 老公来载我 你收工了没有 我现在在哪个咖啡店 你来载我 这是一种幸福 乐趣 这种乐趣 如果说想要用走路来做运动的话 又要有一个目标的话 那接下来保健促进局 他就会除了逐步增加 旗下的体育活动的一些名额 居民也可以通过全国建步大挑战 叫做National Steps Challenge 一边来运动 一边来累积健康的积分 那这些积分就可以用来兑换不同商店的购物券 还有Easy Link Card 易通卡的充值 非常好 运动可以让你换来这么多的好处 是的 比如说怎么讲 居民就接触参与更多不同的运动 还有体育活动 从中选择你自己适合你的 所以在里面你完全都找得到 就比如说静走 Zumba 还是搏击 健身操 瑜伽 各种球类等等等等的都没问题的 那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居民可能可以到住家附近的 乐龄日间护理中心去参与一些活动 像我妈妈就是这样 她也很开心 每天觉得很期待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Dr. Sam 我听说过这个东西就是 运动是一种社会处方 社会处方那是什么呢 所以很多人知道 好像保持健康的水平 除了看医生体检吃药 运动 运动 对对对 会有比较好的社区人 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运动 对 所以最好是我通常是劝病人 是跟朋友一起去做运动 好朋友啦 不是坏朋友 好朋友 不是那种 我们做运动五分钟 结果吃半个钟 对对对 因为好的朋友会帮助你 好像有动力 鼓励 对 然后你不会好像懒惰 半途而废 他们会鼓励你 嗯 因为我想知道 那些小孩子年轻的去Clubing 跳舞跳舞 算不算运动 可是他们会喝酒 他们会喝酒 会吃鸡翅膀 对对对 会花生 对对对 可是跳舞算是运动 也算是运动 可是跳舞的时候不可以喝酒 对啊 年轻人不可能去夜间场所跳舞 自己带矿泉水嘛 对 这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你也年轻过你也知道的嘛 不可能 对不对 你是帮你孩子无恨是吗 没有 没有 因为一般上年轻人他们 年轻人 运动 我也有跟他们去的 也有跟他们去的 很好啊 我跳舞啦 喝矿泉水 然后你自己喝酒 喝矿泉水 然后酒你自己喝 没有 在那边狂跳的时候会溜暗 会溜暗 其实还蛮喘的 对 那么其实想更好的 监控自己的健康 那我们就要快点下载这个 Healthy 365的这个APP 这个APP 对大家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对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记录 还有整合你的生活的数据 比如说你每天走几步啊 你的运动量多少 它都帮你记录在里面哦 对 那么等你去这个定期的健康检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从你这个APP里面呢 就和你的家庭医生分享 让他知道你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每天走几步 礼拜几走 然后状况是怎么样 他全部都在看这个APP里面 都一目了然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Healthy 365的APP呢 可以帮助你保持活跃的这个同时 还累积积分来换奖励 那说到这个鼓励民众保持这个身体健康 我们有一位听众呢 打电话进来 我的同事告诉我说 这位听众叫美玲 她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些经验 要跟我们分享的嘛 哈啰 美玲 你好 你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美玲 是 美玲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听你的声音是知道你常做运动 很洪亮是不是 对啊 丹田 请问骂人喊人算不算运动 不算 不算 吃东西也不算 动子也是不算 OK 来 美玲 你对于这个运动有什么样的经验呢 是常运动吗 还是因为什么健康问题 所以就开始运动呢 我没有什么运动 很久以前我膝盖有问题 然后我就想要运动 但是就一直没时间 然后现在50岁了嘛 然后就好像觉得肌肉开始退化 然后没有什么力 我就也不敢运动 那我是想问 随着年龄呢 那个肌肉会退化吗 对 要怎么知道自己的肌肉退化了呢 我现在美丽是这样退化吗 哦 Dr Sam 来解惑一下 这个算是年老人 老年人 退化了 虚弱的一个现象 所以自然是 你超过50岁之后 你的肌肉还有骨头 会慢慢的退化 有些人是退化到好像骨头 催到好像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那问题大了 所以重要是要做力量的训练 所以保健促进局 除了做有氧运动150分钟到300分钟 对 也是要加上每个礼拜两三次 要做力量的训练 还有平衡的训练 对 好 所以听到吗 这位朋友 梅玲 听到吗 所以不要担心这个肌肉没有力 而不去做运动 这样会更糟糕的 是吗 对 是不是就 Dr.Sam是不是会建议他去 征询一些这个专家 或医生的一些建议呢 对 如果你开始感觉到 好像你走路无力 感觉到比较疲倦的话 或者感觉到走路不稳的话 最好是看医生去检查 做体检 对 让医生给你一些意见 看你做什么运动会比较好 对 好不好 那当然肯定了激烈运动 你就不用想了 好 美玲 好 美玲加油 我们为你打气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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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现在空中呢 要播出一首短短的歌 现在Facebook Live 是继续在热闹的 一首歌曲回来呢 我们再继续夜谈夜健康 是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其实呢 刚才我们就说运动 运动 其实讲真的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房间里面 有一个床 对不对 然后这个床除了睡觉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用处 对不对 床上也没有办法做一些运动 然后就是对我们是非常有效 有帮助的 两个运动可以做的 OK 我再加 好 来 大家可以跟我上床 没有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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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张床真的是 没有办法搭汉这么多人 不可以 我来 慧芳姐 我 你 我帮你 不是上床 原来 你想 你先生在这里 好 明目张胆 在那边看他们 不需要枕头 不需要枕头 好 要怎么做 直接躺 再躺平这样 来 我有两个 赶快来 你分享 赶快来 你分享 这个是帮你 背会比较 stretching 会比较放轻松 好 所以第一是 你的手 放直这样 放直 手打开 然后呢 你的脚上去 左脚 然后转到一边 然后你的头 转到另外一边 反方向 这样 然后你深呼吸 呼出 呼出 慢一点 慧芳姐 你不要 三秒 深呼吸 三秒 一 二 三 呼出 三秒 一 二 三 做三次 做三到五次 你可以换方向 你会感觉到有一个 stretching 对吗 有 然后你可以换方向 换方向 换方向 然后你的头也是要转 看得知道你很少做一动 转到另外一边 也是要深呼吸 呼进 一 二 三 呼出 一 二 三 吸 对 呼出 好 这是其中的一个 对 另外一个呢 第二个是我最喜欢做的 是一个 帮助臀部还有腿 做stretching的 所以你的脚 这样你拉到你的胸 这边 你很努力 你另外一个脚要放直 你另外一个脚要直 要直 对 脚要放直 这样 好 另外一个脚要放直 要放直 保住十秒 十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然后换脚 换脚 换脚 这样 保住十秒也是 可以 我看你做 我都很辛苦 你换脚换三遍就好了 整个做成三套 对 因为如果你做很好的话 你训练你的脚可以这样 哇 哇 不要 慢慢来 慢慢来 我们还要看你的戏 对 真的有这么难吗 你试看 来 你真的有这么难吗 你试看 真的 开玩笑 来 直躺 手打开 对不对 两只脚起来 有啦 两只脚放在那边 两只脚放在这边 对 对 然后向左 你的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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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这么难 最难 好 这个是 你的脚要放直这样 脚要放 好 再高 再高 更高这样 我一定会去医院找你的 我一定会叫一堆兄弟去医院找你 对 我不是很 会喘 是吗 会 因为你有抽烟 对吗 好 来 其实这两个运动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好 所以各位朋友 时不时你们在家里的床上坐 是 真的是很有效的 真的 马哥 你有没有一点后悔 应该我 应该我在你的现场 对不对 不是 如果你要的话 你现在躺在下面坐也是可以的 等我们on air回来吧 好 我们都十秒 我们就回到空中夜谈夜健康了 好 来 有流汗的吗 真的 可以 但是我相信 开始 因为有些人因为太久 像老师 像我这种人是很少做运动的 夜谈夜健康 马哥很后悔 应该是马哥在直播室 然后我在这个摄影棚 对不对 因为刚才做运动的时候 马哥好像就快要喊救命了 对 基本上 杀杀杀杀 基本上今天晚上我做这个Facebook Live 我就是被医生还有艺人 两个人和平了 在虐待我 他们在鼓励你 希望你健康非常棒 对 灰芳姐我们继续的给他打气 对啊 我们在帮你 其实你们互相比赛一下 看灰芳姐或者是马哥哪一个 先达到更健康的一个体魄 互相的比一比 较早间在Facebook Live进行的时候 Dr.Sam还有这个灰芳姐以及马哥 就在做一些运动 就我们可以在地板上躺着做 或是在床上做的 所以大家请上Facebook Live 去看一看 在Facebook Live 可能有听众就很期待 要有机会赢取我们第二份奖品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来发问第二道题了 对 但是这边有一个我们Facebook Live的朋友 他就留言 他说这个运动很好 我有做过 那个时候脚痛 不能走路 之后做了三次就好了 而且现在也不要看医生了 所以各位 你们赶快去做 刚才以上那两个动作 让这些医生没饭吃 对 其实我是学会这个动作 是从我的体育医师 他叫我 因为我经常有头痛 我做这个会让我肌肉会比较舒服 所以你经常头痛这样做也是有帮助 因为通常头痛有些人是 背部的肌肉会比较紧 是 肩膀也是会比较紧 好 所以做一些拉伸会对你的肌肉 会有帮助 今晚就来做了 好 你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做了 好 不只是今晚而已 我是说刚才那个运动 好 每天都可以做的 好 马上来发问我们的第二道问题 所以各位请听清楚了 一样的先告诉你们 第一个答案进来972的Facebook 我们是以那个为标准 其他的我们都不接受 好不好 请注意听了 根据全国指导方针建议 几岁以上人士应该多做平衡训练 A 50岁 B 60岁 现在马上开始给我们正确的答案 好不好 是的 是的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可能也看看我们的听众 在WhatsApp上面说些什么 有听众就非常的热情说 太好了 这个节目我给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Joyce她就说 哎呀 我就跟着我的儿子爬楼梯 上下楼梯这样 应该算是运动吧 而且每天早上都要追着他 大概半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要带他上学 确实 一定是睡迟 睡迟起来说也是确实 那这里我们也有一位听众 一位的这个网友在问 他说我们每次都讲说 做一些什么有氧运动 激烈运动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知道说 我们的运动是不激烈的 激烈的 非常激烈的 所以很简单是 好像低等强度的运动 最低强度的 最低强度 你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讲话 可以唱歌 不会感觉到喘 那个是最低的 最低的 中等的呢 中等是你可以讲话 可是不可以唱歌 会感觉到喘 你在运动的时候 高等强度的 最高的 最强的那个 你讲话可能一两句 一两字 就不可以了 就不可以了 会喘 那是比较容易简单的 OK 所以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比较低程度的 就是说你在做那个运动的时候 又可以唱歌又可以讲话 对 然后中等的就是说 你可以讲话 但不能唱歌 不能唱歌 第三个最强的那个就是 你讲一句两句就不能再讲 对 那个是最强的 是不是 哇 好学生 马哥讲得好 当然 那个答案是我写给他的 好 好 好 现在马上揭晓我们刚才的那个 有讲问答了好不好 好 然后正确的答案是 A 50岁 50岁开始你就要注意多多训练你的平衡 要不然就麻烦 然后当然我们的得奖者 她就是Angela Sohl 恭喜你赶快 给我们972的Facebook 领取你的奖品好不好 是 那今天我们夜谈夜健康呢 嘉宾们分享了很多有关运动的方法 以及各种好处 还有没有运动可能带来的一些坏处 所以大家听了之后消化了 一定要有行动 然后在这里想问一下 就是说一般上如果说怎么讲 就是说不喜欢运动的人 我们要怎么启发他 从最简单的运动做起有没有 有 其实最有效的是跟朋友 或者有孩子 你的孩子跟你一起运动 有动力 对 因为跟小孩子在一起 他也是你的小孩 所以在一起 可能你不会把他当成是运动 当成是一个游戏 一个玩耍 跟朋友出去好像约去运动 你不会帮谁你的朋友对吗 对 所以比较好像很多人 下雨 不喜欢起来做运动 可是已经约好你的朋友 所以不可以不准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都是约好去 那个什么公园做运动 对 然后每次要出门的时候 那躲乌云 刚好在那个公园下面 那边好像没有下雨了 不然下个礼拜 OK了 下个礼拜 下礼拜确定吗 就没有去了 那你要选对朋友 你要选像葛萍大哥这样的朋友 他才会说不行 然后我们一起去 有室内运动的地方 不是 因为有一个艺人朋友跟我讲 他说艺人只能做同事 不能当朋友 OK 好 现在 好 如果说讲真的 你不知道什么运动适合你的话 里面有什么好介绍吗 是 是 你可以下载 就是Health Hub应用程序 然后可以在2023年下半年 通过这个APP 来加入Healthier SG的计划 选择心仪的医生来照顾你的健康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 是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 有关这个Healthier SG计划的话 下周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要送上 我们当然也会有重量级的嘉宾 当然还会有Dr.Sam 对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 一起来期待 星期二晚上10点钟的夜谈夜健康 好 所以你们要早一点进来下个礼拜 不要节目还没有开始 你们就找Dr.Sam 不是来找我 OK 好不好 在这里真的是 吃醋 当然 Dr.Sam come already or not 看了都真的是一把火 你知道吗 OK 到时候我们又请重量级的朋友 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的一些信息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Dr.Sam 反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来 继续 教我们床上的一些活动 床上的运动 对 那你也是要跟我 OK 来 大家可以做 我才不相信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会比较难 OK 来 会比较难 反正一人有一只毯子 来 一人躺下去 来 还有哪一些 拿那边 一人一边 葛萍哥肯定会比较容易 他可能会比较 来 我放那边 可以 你拉过来就可以了 好 放那边 然后 第一是好像热身 你可以在空中大脚车讲 30秒 这个我 45度 不要偷了 这样 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吗 对 要这样 Marco 他特别疼你 坐五分钟 一分钟就好 不要笑 然后 慧芳姐 不要笑 OK 好 可以换了 OK 还有呢 第二是 你的脚伸直 这样 伸直 你的手伸直 伸直 要去动你的脚 动得到吗 动得到 对 要动脚 对 我的 哎呀 穿了 穿了 这个 通常我会做一分钟 一分钟 30秒 30秒都很厉害 对 然后 另外一个是可以做伸直 伸直 伸直 所以如果观众在家 如果有动手术的话 这个可能不适合你 OK 如果你有动关键的手术 你先你的脚这样 这样 然后你放这样 这个是一种瑜伽的 这样 蛤 等一下 这样做 瑜伽的 瑜伽的 可以 你可以做 我来帮你 不要 你在那边 你不要下来 我可以 可以 这样 对 你可以这样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放平这样 我可以 我可以 OK 你再偷懒了 你再偷懒了 这个可以 不要这样 这样 OK 这个脚是真的吗 OK 哈哈哈 然后这个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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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 要保持住 十秒 然后你可以换脚 换脚这样 医生你可以帮我放回原位吗 可以 可以可以 你可以帮我放回原位吗 哈哈哈 等你换脚 换脚这样 啊 OK 哇 就可以拉这边了 对 你会感觉到会 感觉到拉这边 对 因为这边通常人家很喜欢走路的话 对 这边会特别紧 对 这边会 所以做这个水晶会方式 脚脚一点 我脚了 整个身体下去 我脚了 对 这个很好 可以 你看你不在 我都可以 这边有问题的人可以做 对 如果有动手术的话 你先问你的医生 因为动手术的人 换那个关键 不是很做 是 如果没有动手术 但是是痛的呢 也是可以 慢慢地 慢慢地 好 各位 如果你们有看我们这个Facebook Live 所以这几个动作你们做 OK 其实是很好 开始做一定会辛苦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做习惯了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 应该就很好 OK 谢谢各位 我们下个礼拜见了好不好 下个礼拜还有更精彩的 拜拜 拜拜 谢谢葛平大哥 慧芳姐 还有Dr.Sam 谢谢 也要谢谢李莲 200 李莲也收工了 李莲 关灯了 好 今晚你在我家睡觉了 就睡觉好了 就在这边睡 其实这里蛮舒服的 会流汗 会流汗对吗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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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